为了根除小花曼泽兰 花莲县政府和花莲林区管理处 今年计划收购200吨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办理了第十场次的宣导活动 农业处保龄科长邱逸诚表示 从8月中旬到10月底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 在小花曼泽兰的繁殖期间 来进行拔除作业 有效控制并逐渐的缩小 小花曼泽兰的分布面积 在8月原住民的 风年季盛况期间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保龄科 也进行小花曼泽兰移除的 十场次宣导活动 科长邱逸诚表示 在8月中旬到10月底前 是根除小花曼泽兰最好的时间 今年也将提高收购的数量到200吨 所以我们也借由 这个风年季的一个盛况 那我们在这几天里面 这一个月里面也举办了 陆陆续举办了6场到10场的 这个宣导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算是在北区最后的一场 那我想这几天来 我们的宣导活动 重点就在 要跟各位民众宣导 我们这小花曼泽兰在花年其实蛮严重的 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那我们今年预计要收购是200吨 那在各乡镇公所都有承办人员 那我们如果在清除的时候 可以跟他们联络哪个时段 比如说一个礼拜里面可能有一天到两天 他们会请你们把这个清除的这个小花曼泽兰送到公所 或是送到这个垃圾厂去过棒 然后现在是一公斤 中央补助是5块钱 那我们花年县政府为了要鼓励民众 大家一起来清除 所以我们加码3块钱 所以现在是每公斤8块钱 也是全台湾收购的金额最高的 借游风年纪的人潮 希望能够达到宣传的效果 让民众一同投入移除小花曼泽兰的活动 由于今年小花曼泽兰的收购价 以每公斤为8元价格 计划收购200吨的小花曼泽兰 目前在花林县乡镇公所 清洁队室有提供协助载运清除 也请乡亲一起带着全家大小 来为还竞技一份心力 减少小花曼泽兰对台湾山林树木的危害 记者林杰 吉安乡采访报道